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香甜松软的红糖花糕 操作方法简单,好吃不粘牙 筷子搅一搅,轻松就能搞定 比买的面包都好吃 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大碗中倒入120克红糖 300克120度的开水 用筷子搅一搅,把红糖里面的疙瘩搅滑开 这个时候的红糖水很烫,不要往里面放入酵母粉 这时候放入酵母粉的话,烫的就发酵不起来了 放在这里降氧味 一眨眼的时间,用手来摸下这个里面的水 用手摸起来有点微微日,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5克酵母粉 先把酵母搅滑开 这样做出的红糖花糕,开的比较均匀 搅均匀之后,再放入两个奖来的母鸡蛋 再用筷子把它搅得匀匀乎乎的 搅匀以后,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500克面粉 先倒,先搅拌 最后把它调成5克粒细腻的抽面糊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防止细菌进入 担到温暖处,挺花至原来的1.5倍大 接下来准备几个从地里摘的红枣 放入100粒盐消毒砂菌 放一勺面粉,加入不要浅的清水 下手把红枣表面的灰尘,杂质和细菌都洗干净 放入面粉,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 洗好之后把它捞出 放到流水下面再冲洗两遍 洗干净之后,用剪刀把两边的果肉剪下来 剪刀时候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剪刀手 添好之后放一旁备用 看一下这时候发糕醒发了半个小时 添了满满的一盆 里面全是蜂窝 用筷子搅一下,把里面的气体排出来 下面咱们准备一个8层的模具 底部配入一层食用油 用刷子把整个模具里面 边缘底部都抹入一层食用油 把底部再撒入几个更新的白芝麻 把红糖发糕直接倒进8层的模具中 端起来用手晃一下 把它晃边缘 上面盖上盖子再次醒发 10到15分钟 看一下这时候的发糕 等模具醒发的都差不多吃平了 把上面再放入一个红枣 在偷偷放入几个孩子们爱吃的葡萄干 上面再撒入20个白芝麻点缀 这样营养又增香 放好之后上面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这样防止在蒸的时候水蒸气滴到里面 接下来这一步 锅中虾腿烧开 把生肺端进来 盖上盖子上去计时蒸40分钟 就能美食出锅 打开盖子看一下 把上面的保鲜膜取下来 哇 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 看着立马就像咬上一口 特别的圈软 用手一按迅速回弹 取出来放到案板上 用铲子从边缘轻轻的拔一下 这样整个发钩的形状就不会破坏掉了 接下来把它放后过来 搓磨 把底部的盖子轻轻的取下来 看一下一点都会沾 发钩真的太棒了 把它散过来 改刀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的时候 像这样推着切 切片的鱼匙煎 整个厨房都是红糖花糕的香味 看一下里面的组织 非常满丰富 特别的圈软 口感香甜软绵 操作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 比蒸馒头简单 因为面包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 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